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为什么所有人都 为什么玉帝一天到晚往下望 然后呢 然后来这个大臣回答说 哦 因为下面的女孩穿得又辣又漂亮 不只露事业线 肚鸡都露出来了 然后这个玉皇大帝的老婆就 怎么可以这样子 从明天下令降温 所以开始降温就温度降得很低 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 可是冬天的时候 尤其冷嗖嗖的时候 大家最喜欢吃暖乎乎的热锅 火锅 而且火锅有个好处 火锅的不用太精致 什么玩意儿都往汤底 汤里面丢就行了 不认同 所以汤头就很重要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声音 这个人还没介绍 这个人跑出来 反对 我给你讲那个 用和我们这段访问都要这边为止了 把反对给驳回来 我们邀请到来跟大家谈谈这个暖锅的 就是世界头部的总经理林家昌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家昌 家昌我说是自己吃的嘛 对不对 又不是外面那种比较精致的 因为其实你丢什么 然后什么东西先进去 什么时候后进去 就现在他本身这个东西对跟锅之间的关系 有的人丢太早进去他就哗 对不对 还有我其实还有跟温度有关 那刚刚其实施晨哥还有用和姐都提到了一个重点 这个天气啊 没有什么东西比吃火锅舒服的 真的 你看这个从外面暖乎乎的一走进来 如果我们这个录音棚里面前面有一锅 这可精彩 那家昌谁还理你啊 可是我一定要讲 就是说就是这种暖乎乎的 就是这种冷嗖嗖的天 要去吃一个暖乎乎的锅的时候 然后吃到好吃的才特别重要 为什么没错 我累了一天 我饿了一天 我要去吃个好吃的 结果踩到地雷吃到一个超难吃的火锅 你知道吗 火大不火大 我最恨的是吃完锅 然后喝一个汤 拜托你这个汤连我都喝出来是用调的 对不对 对我来讲 我个人就说火锅好不好吃 第一个我一定看他的汤头 再来才是他的什么菜盘啦 因为那个都差不多嘛 配料 对 我觉得汤头是最重要的 没错 所以汤头 人家就讲说石头火锅的那个汤头 很好 为什么因为先炒 然后再放汤 高汤什么的 如果要吃石头火锅的话 那种沙茶锅的话 哪些地方好吃 我认为台北火锅里面 其实就像永和姐讲的 每次吃锅都是满怀着期待跟兴奋 除了小火锅之外 几乎每次吃锅都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所以通常都会有那种团聚的欢乐气氛 那如果说这个汤头 酱料 配料 我认为这是顺序 汤头最重要 酱料也不能差 因为几乎 除非说你是真的是可以跟诗神哥一样 清新寡欲 只吃料而已 那这个酱料就不需要 不是清新寡欲 是吃那个比较快一点 我酱料太累了 然后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 好的火锅料哪里找 只要肉好 那现在肉的品质也都有水准了 所以说现在回头 我们先来谈汤头 我有世间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 沙茶石头火锅的台北店家 对那首先第一间呢 一定是要回推到我们最老志号 家常最常出没 跟年轻女孩子在一起的西门町了 难怪一个旗上老是出现在西门町 原来他不是要来到这边来交小朋友 因为我的子女们现在都回台湾过寒假了 我现在都是用长辈的身份 只差他们没有推我轮椅去西门町 所以你不是在那边看小美女 是是是陪着子女们 带着小美女去 那去哪一家呢 清香 这是很有名的 没错 因为连我妈妈都知道 那一天我们全家人就一起在那里聚餐了 那清香当然他的沙茶是自己去炒的 从这个扁鱼 从这个小虾米 然后到各式各样的酱料 这样融合到最后的秘方 他的沙茶酱 甚至都还推出了 在各大通路买得到的清香沙茶酱 没错 那刚刚用火姐提到的那种 每次石头火锅在一开始前 用油加上洋葱 炒一炒 然后蒜头 然后鱿鱼 这样爆香之后 把肉类先煮到两分熟 那样子的一个态势 就是沙茶石头火锅的一个起手式 那清香到现在还是维持着这样子的一个传统 所以你每次在点完 确认好你要吃的肉片之后 他会先做这样子的一个起锅的动作 那接下来再加进去的汤头就很重要了 施承哥提到的 如果啊 现在经过了这么多食安风暴 大家如果还用那种大骨汤粉啊 鸡汤粉啊 去调味的话 请千万不要再挑战台湾人的舌头了 那现在这些老店的店家经历了这个 这么长时间 他们的这个汤头绝对是没话说的 就是用大骨去精炖的这个汤头 然后再倒进去 刚刚清炒过后这些肉片 成为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汤底 饿了 所以你知道吗 因为他先炒过那些料 所以那个料就沾着那种油香气 没错 然后再倒上那个汤 那个就更加的浓郁 你知道以前我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三十年前已经的往事了 就是那时候寒香村寒上楼啊 对你炒完以后 然后弄个汤之后 那最后会用金针给你撒一个花 真的吗 对金针把它打开变成一朵花 OK 可是你提到清香 就让我想到 信录上有一家是元香 那也是很老字好 他们是分 就是同一个家族出来的 那甚至清香到中校东路 四段也开过分店 但是可惜都断雨而归了 到最后还是就是坚守本位 那清香元香都是我推荐的 他们有一个同时都点得到的一个 特殊的牛肉部位 叫做三角尖 三角尖 它是特别吗 它是一个本土牛 那它是在尖部那边的肉 那它的油花跟瘦肉跟肉质的部分 是分开的 所以它会有一片非常漂亮的 如果运气不错 它可以遇到那种黄尘虫的牛油的时候 那那一天的餐点会更加精彩 那那一片肉叫做三角尖牛 你到这两间店家 当你一开始就指明说要点这个菜的时候 店家就知道 这个就是陶克 绝对不会怠慢各位 讲了这家原乡我知道 还常常要排队 因为其他位置比较少 对 我看有人在外面坐着聊天干嘛的 原来就是这一家 因为我常常经过 可是你知道 如果要讲到排队的话 坦白讲我觉得最容易排队的是麻辣锅店 对 我常常经过很多麻辣锅店 那个外头都是大排闯笼 尤其在这个大冷天的时候 没错 所以等一下回来 那我们也要来谈谈 除了沙沙火锅之外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很喜欢麻辣锅 没错 可是麻辣锅怕的也是 要嘛太辣 要嘛就是不够香 不够醇厚 对 不够醇厚 你刚才讲到醇厚这两个字 我觉得对汤头来讲 真是无比重要 真的 哪些店是家常会推荐的好店呢 我们大家回来聊 12点18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 泰国对省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郑诗诚 我是汪永和 来到现场是世界投资的总经理林家常 我每次记得他头显 对呀 都跟我们谈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就说 就叫不务正业 从来就没有来谈过股市 我是C.C.Foodie林家常常 真的 C.C.Foodie就好 这回谈锅物 以前我们谈过台湾的猪肉牛肉牛排 好吃的东西 今天来谈锅物 刚好遇到我们这个寒流 对 只要就是为寒流 所以才请他来谈这个锅物 你知道我每次 只要有朋友从国外回来 我要请他们吃饭 尤其冬天的时候 我一定都会说 那我请你去吃麻辣锅 是啊 因为我觉得麻辣锅是一个会带给大家 就是那种很幸福很满足感 而且是印象深刻的 真的 只要你是不怕吃辣的 而且有时候会看 有人还喝麻辣糖 我就是 我的天哪 我就是 你真是厉害 对可是你知道我是那种 有人就觉得我很无聊 因为麻辣锅上来了时候呢 我会先把那个辣油给毙掉 因为为什么 我喜欢它的香气 没错 我就是喜欢它的香气 尤其那种 你一走进那个麻辣锅店 如果它很香花 一走进去就是闻到那种香味 但是又要注意哦 麻辣锅 它有一个诀窍 麻辣锅你煮 对不对 如果煮 煮到后面它还这么辣 这个辣就有问题了 哦 是是是 它就不天然 没错没错没错 那是化学 因为辣 天然植物弄成了辣 煮到后来 它的辣会慢慢就会消失 所以你必须要添加新的辣 如果煮到后面 你两个小时煮完 它还是这么辣 这家下回就不要去了 我觉得正哥 这个提醒的有道理 但你放心 因为我去吃 我跟他提过 我会喝汤 都喝光是吧 所以他一定会补充辣汤 小姐 你这锅子 你这锅子是有漏洞吗 汤怎么越来越少 对啊 但是汤头要好的话 有一家我跟家常都觉得 很不错的 是 哪一家 麻省 理工学院 就是麻辣的麻 然后神经 神圣的神 麻省 那他目前在南京东路 跟临省北路 各有一间店 那他也是台湾火锅界的传奇 三年的时间 在麻辣锅 打出了一片天 麻辣锅界 我跟你讲 他最早的时候 那个老板是很有个性的 没错 我告诉你 先吃什么 再吃什么 后吃什么 你不要乱整吃 他煮给你吃 对 他煮给你吃 因为他怕你把他的材料给煮坏了 把他的顺序给搞坏了 对 而且不准先沾酱 对 你知道就是他就是觉得说 他把他当成他的一门艺术 他把他当成 我觉得这种老板也是 去店里面要立正站好 坐好 两手要 立正坐好 对对 那重点是他的鸭血 是让大家都传胸不已的 是果冻鸭血 因为他的鸭血里面是吸满了他们独特的麻辣汤 那所以是那种香气跟整个口感都跟一般在锅里久煮的那种鸭血完全不一样 那他是单独甚至一开始比较装模作样的时候还要用刀叉来吃鸭血 对那现在是任由客人自己选用方式 现在老板也没那么坚持了啦 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了 但就是要照着他的顺序 以前我知道呢 这个汤底那个血类都是随汤底附送的 对对 他那个显然是高档多了 对对 他那个也是有啦 没错没错 然后最让我每次去吃都比较佩服的就还是在他处理每种肉片的时候他很讲究温度 因为牛肉很适合比较合理的一个熟度 因为牛肉的品质比较好 所以他建议的时候火都是不要滚的 是用类似泡的那种口感 所以你选用好的牛肉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到汤的美味 还有肉的真正的本身的一个香变的一个好处 因为第一个这个牛肉不能太熟 是 所以第二个你又要吸收到汤汁 所以他就不能大滚 对 大滚一下就熟了 或者你放酒店了 对对对对 他就被老肉了 对对对 所以他是类似一种泡的概念 对 那另外最近台北市有几间很有名的麻辣锅店 从资安记啦 鼎旺啦 老四川啦 一兵一竹 那但是有一间让我自己称呼他为麻辣界的香奈尔 哦 这么高达 比较高贵 哦 OK 钱很多 Elegant 而且环境也很好的 叫做麻辣一号院 他在安和路的巷子里 然后最近也成为艺人朋友 还有时尚圈的朋友 都会去住文的一间店 还好 因为 这家我经常经过 真的吗 还好你没进去 我还没进去 不然明天都看到你这么洗碗了 这么麻辣一号院 不然你要去吃吃看 他说高贵啊 里面的服务员也都是非常有气质婉约 然后因为电动创业的人是一个在珠宝设计业非常有名的一个年轻人 那那个女孩子自己曾经是会计师 所以他对于整个食材的控管 还有在这个要求上都是非常的peaky 所以等一下 我帮听众问一下 所以你所谓的高贵 一个人平均吃下来大概要多少钱 也是千余元吧 一个人一千多吗 是是是 那还好 在台北是还好 但是中南部的朋友就觉得这个有点贵 但是我觉得它的品质是好的 可是我你一千多块可以吃到饱吗 他最后会有一个跟所有麻辣锅店不同的地方 反而比较像我们自己印象中的橘色刷刷锅了 他用麻辣锅汤底来煮粥啊 很特别吧 那很好吃耶 对啊 可是问题是 特别是爱喝汤的用头姐 对没错 但问题是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太浪费了 我那个汤底要打包带回家煮面 因为麻辣一号运跟刚刚家昌讲那个橘色 那个价钱差不多 是是是 橘色因为橘色我吃过 不过人家请我 也很高贵 但重点就是 它是一个蛮舒适高雅的用餐环境 在家每一个菜盘肉盘 甚至海鲜盘上桌的时候 都有巧食 所以那是非常适合 高大上的人 橘色我记忆中没错的话 它没有大通铺 它就是每个人一个cap 就是好像大家都是一间一间 对对对对 它没有那个 你在那边大家一起 没有没有 它就是一个一个包厢 对对 可是你知道 我个人非常推荐一兵一组 我一兵一组 当然其他的也都很好 是 可是我自己觉得一兵一组 尤其是他的那个小锅物 其实我觉得CP值很高 在一楼吃的那个 对对 CP值超高 没错 而且一兵一组的装潢 跟整个服务品质 也绝对是上上之选 对啊 所以一兵一组也是 我个人相当喜欢 它店家在光复北路 靠近南京东路那上面 对那也是这几年来 经营有成的一个麻辣锅店 对尤其他的那个饭 他们有自己做的那个 用火腿 用一些豆瓣什么的 去把它炒成的那种肉酱 对 然后有辣跟不辣的 对 拿来拌饭 好好吃 而且他的火锅料 好像很多都制制的嘛 对 就是用鱼浆 然后再 呃 在这个什么 呃 甜不辣啊 或什么各式各样的 都挺有巧思的 而且我要讲哦 常常哦 就说吃火锅 其实那个饭 都是很多人不吃的 对 可是一兵一组的饭 你会吃 为什么 因为他的饭好吃 你很少看到火锅店的 那个公饭的那个饭 是那个米粒 就让你觉得哦 非常的 晶莹剔透 对晶莹剔透 然后饱满的 就是觉得那个饭是好吃的 魔鬼就在细节里 我们常常都可以 从这些细节 观察一间店家 到底有没有用心 真的 真的 你就会觉得说 而且他那边还有泡菜 他的那个泡菜 对对对 自己做的泡菜 也很好吃 是 麻辣锅 麻辣锅我是真的觉得 这个冬天能够吃上一锅的时候 真的是首选啊 好 可是你知道 有些人他会讲说 我不吃辣 是 那当然他可以说 这个放一碗水 吃别的锅底 对或者去鸳鸯锅底 对不对 可是另外 那当然我们要提供大家 其他的选择 刚才既然提到橘色的话 是 我们就来谈谈 海鲜 海鲜 对 海鲜锅的话 有哪些好吃呢 待会儿来跟大家聊 一片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午 此刻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 配也会被说好放松 让我来说 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疯 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old school show Yo ready to roll 体灵的年代不顾我最high this school feel 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See you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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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来裤 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 又包长的头 让我逆地成风 左右摇摆 上枪一直成功 黑不低声可能无法感受 但相信你们可以无数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 有什么期待 欢乐你要请他依你来 自己渴望关怀 不如一起精彩 快乐会传染 请你抗开 想念的失恋的情跟我来 一边跳一边像快乐崇拜 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 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早晚八年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这会什么呢 紧裤子紧身衣修出你的身材 有人露出尖牙 千万不要尖牙 施牙正在发芽 别胖到假牙 lock and popping we dancing it no stopping跟我一起唱 快乐崇拜 快乐舞台 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 90年我们等待前期年 跑你电视音乐 放放完整 Yeah Hit u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追你恨着我神 关你是不是真正跑你天才 扬起你的嘴角 跟我换了崇拜 忘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忘了你要请他依你来 一起渴望关怀 不如一起精彩 快乐会传染 请你看开 Come on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 现在让我们像快乐崇拜 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 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现在 这个冲茫时代 虽然少了时间 千万不要倦怠 今天只是照片今天去做 因为明年才有很多时间 一起去抱有 放适的解决 看你放适的忽恶 看你放适的感觉 看我放适的创作 要我怎么在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 我终于快乐的秀 忘了你存在 有什么期待 忘了你要请他依你来 一起渴望关怀 不如一起精彩 快乐会传染 请你躺开 Come on 深夜的深夜的请跟我来 一边跳一边像快乐崇拜 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 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哈喽 时间是中午的十二点三十五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的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永和 我是郑诗诚 我是贾苍 对 我本来想说CC0的 对不对 叫CC0 对不对 不要叫在世界投股了 找个投股来讲过物 你们是找不到人是吧 人家可是专家 我们也有投掷一些食品宴 对啊 虾叉可是大老板 千万别这么说 是啊 底下一堆那种餐饮业 开玩笑 朋友多 朋友多 我们刚才提到有麻辣锅 有沙叉火锅 很多人说要海鲜锅 台湾四面环海啊 当然海鲜 特别到冬天 这些虾蟹鱼都准备好 身上的脂肪要过冬了 所以现在吃海鲜 当然是特别的肥美 台湾人喜欢吃三个字很撈啊 对不对 现在撈也好啊 对 不喜欢吃那种冷冻过的 没错 但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季节啦 虾蟹这个就是绝对没话讲的 现在连蛤蜊类贝类的 也都是特别的肥厚了 那鱼也不用讲 那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刚刚提到的橘色刷刷锅 呃 有一个归国的美国华人 叫SCART 他也不年轻 比我年轻还大 那这个颠覆了台湾的火锅界的一个风潮啦 那橘色就是走一个高贵神秘的一个路线 那几乎每到冬天 大安路口就永远是 他们是 我记得没错 他大概是第一间有趴车的火锅店吧 然后整个大安路几乎仁爱路口都会被那里的塞住 去那里脱掉应该蛮好脱的 然后最有趣的是他还在地下室呢 对他就是是有点神秘 走到仁爱路大安路左转 是对 然后那重点是他就是首创了 他把这些高档的海鲜 过去在传统的观念要么要生吃 要么要在广东菜系里面才会吃到的好的这些海鲜 通通下锅来吃了 那因为他的服务员的一个领班 就他们总经理是一个香港人 所以他们把香港这个打边炉的一个概念 用这个红色的铜铁锅 然后造成了一个蜂巢 那现在整个局势在大安路的据点 不但有一店二店还有一个神秘的三店了 都在那附近聚地为王了 什么叫神秘的三店 因为三店没有对外营业 要特别去定位的时候 要够熟门熟路 他不是公开营业 像要CC0这种人定的才定得到 是我一个好兄弟叫丹丹的 他才能够帮我定到的 然后最有特色的是呢 他的海鲜 我印象最深刻到现在 只要每次去我还是会点的就是清巡锅 因为他的清巡锅是整支的清巡 然后而且当然他上桌前会秀菜 那是我通常是就很信任他 都会直接就请他就开始喷条 那因为他也是少数开始主动的桌边服务 他除了吧台之外小火锅之外 其实都是以包厢式的形式 在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品质 然后都有人来专人来帮你处理 让这些食材能够维持一个好的一个 熟度跟鲜度 然后他有蛤蜊有虾有鱼 这些都不用多说了 再搭配一个很完整的套餐形式 从前菜很细致像是日本的那种 很好的前点 拿到最后的收尾 用和姐应该很喜欢他的杏仁豆腐吧 我跟你讲 不过你知道吗 就是说橘色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火锅店 也都学习这套 那我觉得有专人服务有好处啦 就是你自己可以不用动手 可以好好聊天 也有缺点就是 我很饿啊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快一点 对啊 不要去隔壁了 赶快在这里煮完才能走 对啊 你慢慢在那边一个一个在那边服务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橘色真的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 改变了我们的一个饮食观念的 服务 服务态势的一个店 它其实带动了一些的风潮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很多店其实都已经学这一套了 那另外呢 另外还有 如果因为橘色坦白讲 你跟他讲 高贵 高贵 就是贵 另外相间 一样高贵 因为海鲜要好 真的不能用价格来衡量 也是啦 一分钱一分货 那我们来先介绍给大家 是在台中的新天地集团 我们的欧先生第二代 在台北贵妇百货北拉维达 所开设的叫做和纱布 那它是一个美食 就是非常漂亮的美式装潢 然后也是一样专人服务 然后每一个桌跟桌之间的 它虽然不是包厢 但是它每一个桌跟桌之间的距离 都可以让海过的模特儿 在中间走秀了 可见的有多宽敞 所以它的距离是很大的 因为他们是台中的新天地集团 所以他们的海鲜 不但是有我们的海拉瓦 还有海外那种高级的龙虾 大黑包 那种我们本土没有的海鲜 所以它的品质跟价位 都是属于上层的 光看它设在北拉维达 就知道它是一个 大家要努力存钱 吃火锅在用美式风格 这算也是比较跟一般的 一般的这种店不一样 然后另外两间分享给各位 一间是在安和路的菩萨 然后一间是在永康街的宅刷刷锅 这几间店也都是 非常年轻的创业的朋友们 他们去经营自己喜欢 这样子的一个食材 所以他们挑选的东西都非常的好 也有很好的服务 所以在冬天这四间店喜欢海鲜的朋友 都可以参考 从橘色刷刷锅 合作的盒 盒刷布 涂扇 然后还有宅刷刷锅 如果今年拿到年终奖金的话 可以去那边吃一下 所以要问一下 这个大概一个人吃起来多少钱 可能要一千五以上 一个人哦 是一个人 对对对 至少哦 对啊 如果像像我啦 不要说用盒 像我这种食量比较大的 一千五是基本款哦 对不对 不还好的是 他们最后都会有稀饭把你喂饱 真的啊 电粉类的东西 直接上稀饭 直接上稀饭就好 他说对不起你到父亲南路 对对对 想要例子 对对对对 好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们还要来谈谈 还有一种锅也是大家很喜欢的 酸菜白肉锅 哦太饿了 待会儿和我来聊 12点45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的新广平台 POP抢先报 我是郑师诚 我是汪永和 来到现场是CC0 对不对 CCFoodie Foodie就是爱吃鬼的意思 Foodie叫爱吃鬼 Foodie F-O-F-O-F-D-I-E 对对 来啦 我跟你讲 我们这个办公室同事 已经有人讲说 哇 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赶快去把那个准备的钟声拿出来了 是是是 一边听一边吃 没错没错 可是好 酸菜白肉锅我自己也非常爱 是 然后你推荐哪家 呃我我 我这 呃我自想到历尽餐厅 台店的 这个菜有那个 对 呃我没有任何的省级情节 但是我一直觉得 酸菜白肉锅是有一点中国情怀的 嗯哼 因为我到中国去 吃到很多道地的这种 蒜羊肉啊 蒜羊肉 其实 他们并不是以酸菜为主 嗯哼 他们是以肉为主 嗯哼 那酸菜是搭配着汤头的 就是 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那个要高嘴的铜锅 都类似那种东西 诶 重点是在那个锅 嗯 而且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松江路有一间叫唐工的 哦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知道 其实它是卖蒙古烤肉的 嗯哼 那那个锅是附的 嗯哼 但是我永远记得我好爱玩那个盖子 把那个是火太大把他盖起来 盖起来 因为他是对流的设计 他是有一个高高的那种烟囱的 对对对对 幸好你不是好爱玩那个那个弓子 手一送上去就粘住了 对对对对 然后我对这个酸菜白肉的印象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嗯哼 然后回头来这几年呢 吃过了几间很不错的 包括了刚刚施晨哥提到的台店的丽敬 他本来是员工餐厅 因为做得太好了 到对外营业 那每次吃酸菜白肉锅都要吃烧饼 对还有丸子 丸子穿丸子 绞肉的 然后我印象中的几间名店 包括了在仁爱富邦正后方的围炉 包括了台中到台北来 攻城略地的老旧的家乡味 这些都是我觉得 曾经在我的饮食记忆里面 留下一席之地的 但是现在我要推荐一间 他不是卖酸菜白肉锅 而且一年只卖一个月的酸菜白肉锅 是阿正厨房 在安和路 东方工商对面 黄首正厨师啊 他是一个对于厨艺有偏好的一个偏执狂 他每年自己腌酸菜 我正要讲这 酸菜白肉锅的 好吃很重要的 除了他的白肉要好 要片得薄之外 然后另外就是他的酸菜 你知道有些人他就是姜本求利的话 那个酸菜他们说用醋精去腌 是啊快点啊 对 那真正讲究的人 他们真的都是要让他那个大翁去发酵的 就让他自然的酸 而不是用人工让他去酸 对 那种酸吃起来 一个一种那种 你刚入口的话你会觉得酸 可是他的酸就是那样 没错 可是如果你是自然发酵的话 那个酸就是比较温的 然后而且比较 就虽然他酸 可是你吃起来那种口感 那种舒服感是不一样的 而且给各位一个正确的观念是 酸菜白肉锅是越煮越好吃 嗯 因为他的那个味道进去 对 味道会越来越浓 再加你的食材进去之后 对 然后那个酸菜的酸味 其实会越来越淡 反而化成一种甜味 对 所以说吃麻辣锅要早一点到 吃前面 因为后面的辣 对 就会不好吃 那吃酸菜白肉锅可以迟到 因为你可以到后面直接去吃比较 我是你要去那种 好有心机啊 不是 而且用的问题是得吃这种吃到饱的 最后不是只剩酸菜 不能迟到太久啦 只能迟到大概30分钟左右 这是酸菜白肉锅吗 只有酸菜 那阿正厨房他的肉也是精挑细选的 那是那种叫做梅山猪 梅是梅花的梅 那如果你去Google一下这头猪 你会发现一只很丑的猪 它就是台湾原生种 然后而且就是全身皱巴逼的 整个就是皮很皱 但它的肉极度鲜 我跟加昌提出抗议一下 是 你刚刚跟自拍的时候是找用客 是 所以提到那只很丑的猪的时候 你干嘛瞄我啊 没有我其实 我看着你眼里的自己啦 你还讲啊 瞳孔里的自己 不错转的蛮好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间店呢 也要跟大家这个报备 应该都要去尝试 刚刚阿正厨房 他平常是供应套餐 然后对厨艺有专业 等一下 我先讲 所以阿正厨房你说 他一个 一年只做一个月的酸菜白肉锅 已经过了一个礼拜咯 所以各位只剩三个礼拜 要先打电话去问他 而且重点是还有酸菜吗 这是重点 因为我们那天去 整间店都是为了这个酸菜白肉锅来的 你吃了大半的 而且隔壁还遇到林博石啦 遇到那些老超 大企业家 都是特别为了他每年的这一季的 这个酸菜白肉锅去试 一定要去试 好 但是最好先打电话去问 一定要去问哦 不然问清楚 那另外呢 在天母的金鹏来 金鹏来不是做台菜吗 没错嘛 大家都觉得 但他现在在隔壁开了一间 中锅物诗人会所 宗是宗教的宗 万佛朝宗的宗 一代宗师的宗 一代宗师的宗 对 那这个陈老板呢 也是家商的好朋友 那他也是专严厨艺 今年还进了 这个总统府去接受宝洋 60年的老店 那第三代了 可是等一下 台菜跟酸菜白肉锅 怎么会弄在一会儿 所以你看 我一开始要先讲 这个地域的差别嘛 其实酸菜白肉锅 根本就不是台菜的一个系统 但是因为他真的很喜欢 这些美味的食物 他后来就找出了一个 更升级的方式 是用酸菜锅底 但是他用进口的伊比利猪 美国的乐眼牛 用这些肉的美味 再来提升整个酸菜白肉锅的 餐饮品质 哇哦 很惊人 所以 所以他是 他也是锅物 他没有放 他跟他的台菜放在一起 对 他说另外一间 对 但是重点是 他那个师傅应该是 他另外去请的 其实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 我就是不出事的厨身 他自己专严 然后自己投入 不是出 不是不出事 不是出 对 不出事就 当然不要出事啊 哈哈哈哈 每个人都说 他都出事 到时候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 是是是 大双的老板家昌我跟你有仇啊 是 哈哈哈哈 你你你你 那个 体谅一下 刚才家昌想断语儿 各位我想说 断语儿 要不要提醒家昌 断语儿 断语儿 是是 这种就是开玩笑 开习惯之后 到时候都忘了 你都是 你都是 你都是国文 他有造词 对不对 对对 造语 对对 OK好 然后回头来就是 这几间店都是 热爱厨艺的老板 这两间店 然后自己在冬天 推出的锅物 哦 所以 中锅物跟阿正厨房 是 的价位 会不会比较平时 亲民一点 而且他们就是锅物之外 都还有他们本来 在经营的那些餐点 例如说 中锅物 你还可以吃到 他们有名的排骨酥 他们有名的台菜 所以我在中锅物这家店 我可以说 帮我点一下 那个金鸿来的 炸那个排骨酥 No problem 真的 同一个老板 所以很酷啊 对 所以在那里吃饭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对 然后在这些 绕回来 你只要不要叫到 台北火车站就好了 真的真的 他们其实店就在正隔壁 所以厨房 其实可能也都相同 相同嘛 对啊 不然你说那热腾腾排骨酥 如果是绕出来拿的话 那个也就 味道就不够了 然后最后来压走两间店 一间是新北市的朋友有福乐 这间也是开了20年以上的 叫麒麟格 麒麟格沙茶火锅呢 它最有名的 除了火锅之外 有它的炸鸡翅 炸鱼片跟炸花之丸 妙不妙 因为你只要 很少听到锅物用炸的 那是配菜啦 那个不能下锅 然后重点是 你只要一Google麒麟格 跳出来的就是炸鸡翅 因为它炸鸡翅是现点现做 所以它也变成它的一个特色 OK 这挺特别的 对对 在永和的地方 我每次出台北市 就感觉出城一样 你不要这样天龙锅好不好 对对 然后最后一间店呢 是家商最喜欢的店 叫春春一品锅 那它是台北的一个小的餐饮王国 为什么说呢 如果大家知道 有一间很有名的牛肉和粉店 叫月圆 然后在东风街 有一间很有名的居酒屋 叫做乔 这几个的老板 都是他 对 那在通话街 开了一间店 叫春春一品锅 那就集合了 他自己对于 各式各样台式的锅物的偏好 包括了花甲蟹锅 这是香港传来台湾的 那包括了 刚刚一开始提到了 石头火锅的一个起锅式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 它还有牛尾锅 很少听到火锅吃牛尾锅 你说好像还有牛腩汤头 牛腩汤头 他就综合了各式 就像台湾大家南北各地的美食 集合在一起 所以对我而言 在春春一品锅 然后他用的火锅料 就是基隆最有名的 三元鱼角 蛋角 然后他用基隆鱼港那边的店家 所做的甜不辣 排骨酥 所以他连火锅料讲究 然后肉都用prime等级的美国牛 所以说他就是一个 极大成于一间的春春一品锅 我非常喜欢 他就是非常的平时 一个客单不喝酒 可能都不用一千块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提供给大家 可以参考的一个好店 非常感谢这个家长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提供了这么多的 这个好的锅物选择给大家 天冷吃锅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好 谢谢C.C.Foodie 谢谢大家 我是C.C.Foodie 好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藏丝 感谢哦 好 我们待会请大家要继续收听 由Danny所主持的音乐 一二三 同时不要忘记 下周一的上午十一点钟 我们pop抢先报节目 继续跟大家再会 可以去吃锅了 嗯 双游可 我是张师诚 我们祝福大家周末假日愉快 对 我们下周一继续见了 拜拜 拜拜